小嘴巴大世界是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DBC數碼二台MeToo帶給你 早晨早晨 歡迎大家收聽小嘴巴大世界 我是詹平 今天除了我之外 還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來自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周圍 以及香港樹人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彭淑敏博士 繼續歡迎你 大家好 真的很喜歡你經常帶我們周圍去 除了Dr.Pan還有兩位他的學生 分別是 大家好 我叫Woody 我現在在香港樹人大學歷史系讀三年級 大家早晨 我也是歷史系學生 我是嘉賓 嘉賓和Woody 亦都熟悉的 來了三集 今天我在上一集的時候 也有預告過 我們便會去大埔 如果是說去大埔 為何要選擇去大埔這一區呢 Dr.Pan 我想大家留意和補充一下 大家一些了解 如果我們進行一些歷史古文物的考察 其實在選擇方面很值得我們關注 大埔區其實有很獨特的地方 我們知道香港如果以行政區分類的時候 我們有18區 大埔區當中處於新界東部 它是香港第二大的行政區 我相信如果我不特別提及的時候 大家可能沒有特別留意 就當它像新市鎮那邊 或者可能會進行其他活動 飲食的時候 想吃的地方便會去大埔 還有踩單車 這很重要 大埔原稱 大埔區 大埔區 其實是在以前成為虛史後 成為一個地標的中心點 即是不對 我也是很鼓勵學生去嘗試 通常第一次答對的話 老師會說不對 但這次沒有說錯 那叫什麼名字 其實是叫大埔 步行的步 大埔 對 什麼時候開始叫大埔 大概就是去到青江水年間的時候 這麼久 有歷史嗎 其實這個歷史也不算久 如果我們說大埔的經濟發展 其實在五代至青康熙年間 它的彩珠葉當時已經很受到關注 彩珠葉是否貝殼類 有養豬場 對 如果我們不去了解 就不能憑空想像 奇怪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大埔也有很多山 為何會彩珠 其實那些海灘的地方 或者當時彩珠的地方 其實現在可能已經被填海 或者已經建成很多高樓大廈 我們不可以再見到以前的面貌 大埔也屬於新市鎮的地方 其實在宋朝和明朝的年代 已經開始有國內不同的聖士居民 族群開始移居到大埔定居 例如我們熟悉的聖鄧和聖民 民族的聖士都在那裡定居 到了清朝的時候 其實也開始有很多客家圍村 開始陸續建成 成為居民的聚居點 如果今天據一些統計顯示 其實仍然有百多條大小的村落 仍然存在 只不過這些村落 我們未必留意到 我們沒有特別留意到 但存在著 所以大埔也很值得我們陸續發掘 當然如果以開埠以後的殖民市角度來說 大埔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這層是否要等Woodie說一說 我也要考一下Woodie 1998年的時候 跟英國簽訂了一條很重要的專條 拓展香港戒指專條 租借了整個新界 當時大埔是整個新界的行政中心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香港政府、英軍 選擇在大埔的圓桿上 建立警署 並且由香港總督博力 去猜獻當時的警察師 準備接收整個新界 並且在圓桿的位置 舉行一個星期禮 正式接收整個新界 故此圓桿被稱為奇江山 連同其他北區的李文虎等建築群 形成了象徵整個殖民統治的建築群 即是大埔這個地方 也有政治的歷史價值 非常重要 剛才Woodie所提及的一點 可能可以補充一點 就是當時英軍登陸的地方是大埔海 登陸後已經樹立了英國殖民國旗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去的一個考察的地方 舊大埔景處 其實它在主流對開的草地上 都有這個奇江進行紀念 以及標示這種重要性 即是每一天都有人會繼續做這個移植嗎 其實現在不會 不過它有一個奇江 就是一個位置標示著這段歷史 所以我們有時看到一些文物 或復修後的面貌 我們必然會懷緬一下 甚至乎了解一下昔日的歷史情況 即是說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去的話 就不是單單只看它現在發展成怎樣 反而就是看它以前 究竟為什麼人們會選擇來到這個地方 Woodie說完了 應該輪到佳儀你 是不是應該也要說一下 拋一下書包給Dr.Pen 我說我拋書包給老師 都可以 那我就回想起 其實大家說大埔、食和剛剛那些之外 除了好像有一個條例令到英軍來到 之外 我們不單止還有中國的一些古蹟 好像我們有文武爾帝廟 一個敬羅家屬 除此之外 大埔開火車站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這個博物館 其實拍戲也會看到 還有舊北區的李文虎和前政務司官邸 所以要發掘的話 有很多古蹟 這些古蹟 你們兩位同學來說 有去過多少個 因為如果讀歷史的 應該都去不少 等一下會說到 舊大埔景處 你賣關子 對 等一下會說到 一個景處 舊大埔景處 我們是去過的 去過的 如果是說比較出名的 我相信大埔很多人都會說 大埔區的火車站 但我又很奇怪 經常都很想去 但又不知道實際的位置 其實是在哪裏 其實這個火車站 已經成為了香港鐵路的博物館 其實去大埔區火車站 以後很快已經可以去到 即是在旁邊 對 暴行一段距離 有路牌寫著 鐵路博物館估名思義 除了看舊的火車 甚至乎嘉儀剛才提到 很多電視劇的片集 電影都會以車廂作為一些場景 拍攝的場景以外 亦開始可以看看當時售票的情況 甚至乎在博物館內 都有一些車票 以往車票 甚至乎在火車站的文物進行展覽 這些展覽內 有沒有特別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 因為剛才提到鐵路博物館 鐵路博物館有沒有對於我們來說 有沒有很重要的意義 其實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即是我們在香港 大埔一個地方 以致聯繫國內的情況 你想想當時鐵路形成時 又要考一下占拼 你知道大埔區火車站 是何時建成的嗎 是何時建成的 對 當然是去到多集數時 提升一下我們題目的質數和程度 幸好不是問我 我猜應該是19幾年 如果我給大家一些提示 我們同學也可以猜 大概是在辛亥革命之後 20年代 我就不太記得辛亥革命是甚麼年代 你知道嗎 辛亥革命年代是辛亥革命成功 是1911年 火車站的建成是1913年 你們要重心問 我昨天考完 我以為是之後 是之後 1913年 這是我們看到新中國建成 推翻滿清以後 其實很多的建設 透過鐵路去聯繫中國境內的情況 這也是我們說 在分裂的局面中 我們要漸似去統一的時候 其實這也是提升我們更高的層次 去認識一些歷史的發展 我要去一下博物館參觀 不過今天主要想和大家介紹的是另一個地方 就是舊大埔的警署 待會回來 不如跟我們說一下這個地方是怎樣 好了 我們是時候要出發去舊大埔警署 Dr.Pen 是的 這個警署非常重要 上一節我們了解了新界被租借的歷史背景 所以警署正好在第二年 1899年的時候正式成立和建立 這也是比上次去石屋街園更重要 因為這是一級的歷史建築物 在2009年的時候已經被評級 他也同時是第二期的活化計劃中已經完成復修的項目 他們的合作單位是加道理農場棋植物園 所以當中除了保育一些歷史建築物以外 他們也今天活化成為一個稱之為陸匯學院的文物保育項目 亦推廣一些永續生活作為他們最主要的特色 什麼叫永續生活呢 亦包括協助一些參觀者去關注一些低碳生活 今天說環保是否很煙呢 這也算是一個學習的地方 不只是讓你去看看古蹟就算 所以活化項目也很多元化 所以今天我希望可以介紹一些參觀的古蹟項目 亦可以增加我們對於自己的地區 推廣到對香港的一些認識 其實裏面如果要跟加道理農場合作的話 那是否會養小動物 又會有些盆栽或種植的情況 真的很喜歡我們的主持人 都是這樣猜下去 讀歷史或學習歷史都要有很多幻想力 動物方面我暫時都不明顯看到 除了一些雀鳥以外 但其實種植方面他們也有進行 不過在這個活化之後的情況 我應該要交代一下 舊大埔警署是一個什麼建築物 為什麼會被評級成為一級建築物 剛才Woody也跟我們提及過 因為他位置的地理因素 所以就變成一個這麼重要的歷史建築物 這是英國殖民政府在新界第一座興建的永久建築物 為什麼叫永久 即是固定的 一定是不拆的 甚至當時成為警署 維持當時治安 甚至要維繫租借初期的時候 對於一些殖民官員 一些景觀 包括在內和地區居民的關係等等 所以這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還有如果我們到今天 經歷了百多年的歷史 成立1899年的時候 到今天的時候 這是現存少數被保留的古建築物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要珍惜 甚至我們真正享受這些活化之後的成果 這就說到歷史的價值很強勁 如果我有沒有說到建築的價值 因為剛才跟我說的評級 又分為不同 又或者是社會或者社區的價值 又可以怎樣去看它呢 其實我相信佳儀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活化之後重要的一些主樓 飯堂大樓和職員宿舍 三個主要的部份 是怎樣呢 佳儀 好 其實我們首先要了解到 這個大埔警署 其實是在2015年的時候 剛剛做好它的復修工程 現在我們要開放給你們看 其實它的歷史是可以反映到 是二十世紀末 香港英殖民地警署 一種很典型的佈局 好像剛剛所說的 三棟主要的集中物 它有一個主樓 旁邊在佩儀飯堂 和一個職員宿舍形成 一個很好的政府機構 裡面中間也有一個草坪 它的環境相對不同的故事 很清晰 特別是它的主樓 都建在一些比較高的地方 應該是給一些比較高級的警務員用 都可以看出那種有種 殖民地階級的觀念 除了整個大埔警署的建築群 很有歷史感之外 其實有些特別的位置 都可以特顯到當時殖民地色彩的歷史色彩 譬如整個大埔警署主樓旁邊 其實除了有一個旗桿 亦有一個炮台 其實現在可能警署也未必看到有炮台 但當時的大埔警署有一個炮台 長期放在那裡 其實某程度上可以特顯到當時 一個殖民地政府的威脅所在 現在還有一個炮台 對 還有一個座 你要細心一點去看 但射不到 我說考察要帶一個心 除了一個心態轉變 都要很細心 不要只是依賴讀想言 或者書本上說的話 就可以發掘更多新的事物 這個炮台Witty說得很好 其實都有一個監察的作用 我相信當時我們都會看很多歷史書 或者很多學者的分析 當時租借的時候 那個情況不太順利 本身當時香港的居民 其實都有很多反抗 所以你設一個炮台 也成為監察的威嚇作用 我們上一集也說過 在石屋家園有一個冰室 這裏是否要用一個冰室的概念去運作 還是有其他設施 如果你說到始終大埔警署是警署 可能有食方面未必會合得到 即是賣服務給你嘗試在警署被監禁的致命 很好的體驗 沒錯 有得住 其實是有得住又有得吃 有得住又有得吃 但我比較留意到 始終這裏都是一個警署 以前的一個警署 裡面有現有的報案室和機樓室 我自己也有去過機樓室看 其實裡面真是 好好的去不去 你一定要去機樓室 那不行 始終是警署 警署我們應該要去一些比較真實感 有什麼特別呢 當時的機樓室相對於現在來說 警署的機樓室比較陰濕 可能只有幾分場 奇怪 你有去過現在的機樓室嗎 我真的有去過現在參觀過的 那些警署 但相對來說 真的沒有進去 但相對來說當然是陰濕很多 並且當時也有一些槍房 始終是一個警署 被當時的英軍 即是英國的一些警察 去試槍用 其實我們知道 警員攜槍 每天也有特定的安排 他們會把槍保留在槍房裡面 當時除了一些來自英國的軍官下 高級的警務人員以外 其實也有一些中國人 去進行服務這些警署 所以華洋之間的共處 亦可以在警署的歷史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也了解到 舊大埔警署裡面 活化裡面有什麼情況 但究竟裡面還有沒有其他 例如殖民地色彩的建築 或是中西合璧的建築 會否可以稍後回來 Dr.Pan又跟我們講解一下 好的 小嘴巴大世界是由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DBC蘇馬二台 MeToo帶給你 繼續回到小嘴巴大世界 剛才跟大家介紹過 在大埔有一個舊大埔警署 可以讓大家去游覽一下 去考察一下這個古蹟 亦都介紹了一些設施 讓大家去認識一下 除了這些之外 我亦都提及到建築方面 會否Dr.Pan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其實在建築方面 我們必須從主樓開始去看 主樓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主要的大樓 我們亦都相信主樓 以前昔日都是一些 警署裡面的高級英籍官員 居住的地方 會成為他們的起居室 飯廳 睡房 甚至衛生間等等 今天改動後面貌很不同 我們要活化或保留 我們要有新的發展 既然以後是自負盈虧 所以成立了一個護助店 售賣的物品都很豐富 甚至元素很多元化 包括提及的紀念品 亦都以環保為原則 甚至他們會自己種植 以及在附近收集本地社區生產的蔬菜 水果和香草 成為一個社區互助扶持的平台 即是我種植的物品 又可以拿出去賣 如果你種植的物品 又放在我這裡賣 如果有些居民或村民 種植到好的蔬菜或水果 他們可以在那裏跟他們有一個合作的關係寄賣 所以這裏互然之 其實是一個互助 互相扶持的社區關係 慢慢建立 所以這也是一種 其實以往都有 不過可能在社會發展裏面 我們出現了一些斷層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密切關係 可能有漸廁的疏離 今天藉著這個活化計劃 重新重視和親身體驗 Dr.Peng 以往你都很難拿過蔬菜 放在景著那裏叫做房賣 現在他多了這個功能 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們亦需要除了看建築 我們買植物去支持一下 支持這個活化項目 保留一些舊的文物古蹟 其實同一時間 如果我們除了看古蹟之外 我們都可以聽到 你記不記得我經常都很強調 如果我們不只是用文獻檔案 如果我們去了解歷史 是我們有聲音的 其實在文物展覽室裏面 除了看到很多原備的展版 介紹很多大埔區 甚至乎關於景處的歷史以外 你會看到有幾部舊的電話 那些電話是一些家居用的電話 就是撥卵式電話 可能Jim Pan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接觸過 新的家居從來都沒有 我有去過博物館玩 我以為我兩個同學有 他們又不想要的時候 可以捐贈給我們 做一個歷史的保育 我以前真的有 我還要故意 當時我家居已經不用了 那部電話 是在我找到 然後我問有這樣的電話 試試看是否用到 是用到的 你會用到的 都是你撥去數字 他就嘟嘟嘟嘟 回頭數九下 如果你撥去九字 不過要打一個電話很久 尤其是你的號碼很大的時候 是相當緊急一點 如果以前你要打999 也挺麻煩的 如果像家居一樣 用了很漂亮的指甲 也不願意用這些電話 男孩子可能會比較好 我保留一點神秘感 大家去到參觀時 穿意去提起電話 看看你聽到些什麼 聽到些什麼 有些神秘的事 當然是關於警署的歷史 警署有很多鬼故 是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 聽到些什麼就看你自己 又要靠現在的幻想 和真實參觀時 互相配合 有這個文物展覽室 也有剛才提及過 可以聽聽聽 會不會說 上次也說 我們要抬起頭 要看看 然後看看地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 在建築方面來說 Wendy 上次我們參觀時 你對這些古建築 歷史建築 和殖民地建築的關係 其實整個建築 在當時殖民地時期 都不流行綠色 環保的概念 但在舊大埔景處 我們看到一個建築特點 很環保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景處 是因為有油廊 走廊有一個屋簪 有隔夜功能 因為始終是 隔夜功能 隔夜功能 因為始終外國人 我聽到隔夜功能 隔夜功能 隔夜功能 還有一些屋簪 遮擋陽光 通風一些 另一方面 其實在我們的殖民地建築 我們常見有一個八葉窗 其實有一個自然通風的效果 我們不用開冷氣 在夏天的時候 都能夠盡量 即是裡面已經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對流 通風的效果 令裡面的風轉轉轉轉 空氣很流通 以往沒有冷氣的時候 當然可以幫助殖民地的官員 今天依然是 他們保守這個原則 基本上他們不會鼓勵 這是我開始時介紹的 這是屬於低碳生活的宗旨 是否真的可以在裡面生活 其實我有好幾次參觀的時候 天氣也挺高溫的 也有28、9度 你知道我們這個冬天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氣候 進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風來水冷 完全沒有一個炎熱的感覺 是否在很開始的時候 有提及過這裡可以真的住人 是否可以當作是一間旅館的形式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剛才你說可不可以住人的時候 我很想說 他真的可以讓你試試可不可以住 其實主樓旁邊 有個剛才復修好的師月園 他提供了客房的服務 讓大家實踐低碳生活 如果你想嘗試真的可以做 他亦都是低碳到底環保環到底 他在飯堂大樓旁邊 他本來飯堂現在就復修了 改名變了智慧的胃 吃飯的食 就是餵食堂 一說到餵食我又想起家儀 對 我很喜歡吃東西 實在上課都吃 低碳營運的原則 女生說減肥減肥 吃少一點肉 有特色素食的餐飲 旁邊也有一個迷你菜園 是被自給自足 所以我覺得很建議女生去吃 即是如果你去那裏住一頭半宅 包裹就吃一口 對 比廣告還好 不單是吃一口 我相信阿嘉儀可能要上一些攀飲班 其實那裏也會有舉辦 攀飲班 為何會有舉辦攀飲班第二 因為他會教你如何處理低碳生活 其實你也可以在餵食堂裡參加一些攀飲班 很特別 他們提倡一個自己作主的口號模式 所以這也是我們可以貫徹到底 一種低碳生活 慢慢讓我們在體驗中感受 我們說了很久的地方 實際上位置在哪裏 因為可能有些聽眾門聽了 你說這個地方好像沒有聽過 也不清楚在哪裏 可以怎樣去 其實這個地方不難去 亦是在大埔區的火車站 你出了之後 就向著這個混頭道 方向都可以找到 亦有沿途地標的指示 其實很多舊的建築復修之後 其實在沿途方面 在社區裏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標標示 給我們了解 而且我們介紹的石屋街園也好 以及舊的景處也好 其實他們亦有一個很原備的網站 你們可以在網上找到所有相關的資料 甚至我們今天有介紹 或者我們介紹更加豐富的 有很多他們在我們考察的過程中 遇到一些老先生 甚至乎我們上次進行參觀的時候 我們都遇到同行的一些舊的警員 曾經在那裏工作過 他們都將他們的經驗提供給我們 所以我們也不要固定 只是抬高頭望建築 甚至乎只是聽我們今天的節目所介紹的地方 你們自己親身去的時候 亦都可以感受更多 發掘更多的經驗 即是要問問問人 你是不是以前在那裏工作過 你留意一下 或者他們都很主動 其實他們很熱情主動 提供很多資訊給你們 明白明白 好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再談 其實Dr.Pan 我們參觀完這個舊的大報警署 還有沒有什麼地方錯過 其實還沒有 剛才Woody帶我們去看過的部分 都屬於殖民地的西方建築 以建築特色為主 其實它也有一些中國傳統的建築特色 例如一些木樑建構 我們這些就要抬高頭去看 進去每一個地方 嘗試抬高頭看一看還樑建築 這方面也很豐富 另外在外面的屋頂 都可以看到 其實屋頂是一個中式金字頂 亦都有一些瓦片作隔熱作用 那個瓦片很特別 是雙層的瓦片 單層和雙層有什麼分別 你想想 雙層會有一個空間存在 空間令空氣和太陽曬下來時 有一個隔熱作用 所以這也是我們 我相信以往不認識的建築朋友 我們都會發現 這是很巧妙的設計 當時人的心思亦存在著 亦都可以看到 當外國人來到本地的時候 如果他們沒有外地建築師 就要找本地建築師 幫他們建一些中國式建築 或者我們在一些殖民地中 很多時候會看到的其中一個建築方向 就是他們進行一些本土化 不是建立一些西式的建築物 會遷就當地的情況 建立一些本土特色的建築物 所以這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 而亦都有提及到 今次這個地方亦跟家道理農場合作 雖然說見不到動物 但亦都會有一大片的林木 會不會亦都這樣 而政府安排了給家道理農場 去保育它 這方面亦非常吸引 其實這個舊大埔警署 在陸會學園中 其實最主要不僅想保育當時大埔警署的歷史建築群 更加希望有目標 就是關注原子的古樹名牧 以及一些懸崗路遼臨的生態系統 即是它附近有些古樹 沒錯 其實你在沿途參觀過程 你會發現很多古樹名牧 有些人亦都有名稱標示 如果你對這些古樹或植物感興趣 亦都很關心 我們現在香港進行很多樹木保育的問題 除了我們可以請教古樹專家之外 在這個警署裏面 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實際的古樹 你可以去參觀一下 還有這個陸會學園的計劃 其實整個大埔警署都有搞一些教育課程和工作坊 在這個大埔警署裏面 其實遊人參觀的時候 都可以加入一些工作坊 去學習保育的知識 但我想知道這個地方 它的開放時間是否是1至1至1至5 這樣開放 清楚嗎 暫時我手上沒有特別的資料 但網頁方面他們提供這個資料很充足 他本身陸會學園有扮演一些工作坊 以及一些考察的活動 其實都頗多元化 他要配合很多學生不同程度 組成一些計劃給大家參與 也有些人數上 或者活動的性質都有一些不同的安排 所以上到他們的網站 都可以很清楚見到各樣多元化的活動計劃 甚至乎剛才Witty提到 在大埔區沿江一帶的露鳥的保育 其實都是他們很留意 所以在參觀的過程中 我們都盡量保持安靜 還有剛才提到 雖然暫時未提供到開放時間 但有一件事我們要聽眾留意的地方 如果真的要進行參觀的時候 其實在網上有一個很容易報名的情況 所以他們亦有專業的導賞員 可以帶你們遊遊舊的景處 所以這也是可能在人流方面 或者參與的時間方面 其實大家都可以參考 對於今次來說 我們一連兩集聽了兩個故事 如果我們作為年輕人 或者他們的目標上 我們會不會有特別的看法 不如兩位同學說說 其實對於歷史護法計劃的態度 我覺得年輕人可能在某程度上 始終覺得歷史很遙遠 或者覺得很生眼、很悶 但其實大家看回石屋 或者大埔景處 其實我們都加了很多很新穎的元素 例如歷史再加保育 或者在石屋裡 我們都可以每天吃東西、喝東西、吃東西 甚至有東西看 有東西玩 有東西玩 其實我們可能去旅行 例如去日本或者去韓國 我們都可能去那些博物館 甚至是固跡去看 但我們可能在年輕人 甚至一般大眾 在香港來說 其實都很少故意遊覽一些本地的一些固跡 所以如果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在香港都應該大力去支持 那佳儀呢 其實我作為一個年輕人 我們都要正確對他們的態度活化 其實雖然我們很喜歡歷史 但我們都不能盲目 我們經常覺得活化的時候 我們無論選擇 或者看文物的固跡的時候 都要平衡經濟發展 或者市區發展再想 如果我們真的衡量如價值 覺得它需要保留的話 我們就要下足力去宣傳 考慮一下它的可持續發展 就像詹姆說 沒有理由很貴地做好 又等它變回歷史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 如果真的有這個價值 偶然可能day off的時候 就跟朋友說 不如我們一起去逛逛 看看 其實一直傳承下去 才可以令這個活化真正活起來 因為一個建築 大家都知道 你一不理會它 它又開始有蜘蛛網 就沒有了 活化完之後變回歷史建築 或者這樣說 如果有些仍然是單身 或者藉著這個機會 就約一些人一起去 那你首先 就能找到一個 我們除了活化目標之外 都今天認識到 詹姆你的人生目標 我們介紹了兩個地方 給你用 謝謝 我自己也會覺得 現在香港經常被抱怨 沒有地方好玩 沒有地方好去 但相對來說 其實政府也做了不少的地方 給大家去 而且是免費的 還要他們的環境 可以讓你學到很多東西 而最重要的是 我也想看看Dr.Pan 什麼時候有空 我想你跟我一起去 好嗎 我們這麼快約了 OK 立刻收拾東西就走 我們一起去 謝謝Dr.Pan 以及兩位同學 陪了我們這三集 去了不同的地方 也希望各位聽眾 珍惜你眼前所擁有的一切 好嗎 節目時間就到這裡